下一題 補個定律 他告訴你每個法碼是時刻重 他是放法碼 一個兩個三個法碼這樣子 每個法碼時刻重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個控制邊緣沒有交 控制邊緣還沒有交 未來才會交就是保持不變的因素 沒有改變的 原來這樣都一樣叫做控制邊緣 這個是控制邊緣嗎 然後五個的時候多少 趁盤的時候多少 趁盤質量多少 停車戰界問 答案是多少 帥哥美女 看一看想一想 很簡單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就解決了 好 可愛的現在換誰 換一位大美女是嗎 換一位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 9號 9號 你答案選多少 你答案選豬 請說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豬兒 每增加2 增加0.6 每減少2 減少0.6 1.2什麼意思啊 原來長度 原來的長度 原來就1.2 沒有掛罰碼 原來就是1.2 ok 然後呢1.2是0.6的兩倍 所以呢就表示呢 他就等於有四個蹭盤 他就是掛指掛蹭盤 剛剛講錯了 他那個不是完全沒有 他就是掛蹭盤 放罰碼 所以這個1.2的伸長是誰造成的 蹭盤造成的 那麼1.2的伸長是0.6的兩倍 那是兩個砝碼 0.6 所以他等於幾個砝碼 四個砝碼 他等於四個砝碼 那每個砝碼幾克 10克重 所以他就知道40克重 所以我們就知道 蹭盤幾克重 40克重 我們就知道蹭盤40克重 OK 就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那 停車 戰界問 我解決了C選項 只掛蹭盤的應該是1.2伸長 我解決了豬選項 我沒有解決B選項 5個的時候身上多少 我剛剛講過的要注意喔 人家問的是伸長還是全長嗎 不過這也給了伸長就沒有問題 OK 好 來 哇嘴 可愛大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 5 25 25 2.7 請坐下 你的答案叫做2.7 每增加2增加0.6 5是加1 加多少 0.3 這答案就叫2.7 這答案就2.7 可以嗎 OK嗎 OK 就這樣很簡單 為他搭起有一些橋樑 就該解決的都解決掉了 很好 然後還有一題是我剛才已經報過答案的 就這個 只掛蹭盤的時候伸長量無法追 多少 來 找一位可愛小女生 10 多少 多少 1.2 跟你講老人家耳朵不好要講大聲一點 請坐 1.2 每增加2增加0.6 沒有砝碼就是襯盤 就減少2 就減少0.6 所以答案就1.2 就1.2 這我剛才已經報過答案了 都已經報過答案 1.2 就是講過了 不需要會五課定律 只要懂得如何看表格 答案就會 出來了 出來了 考表格考圖形通常都這樣子 不需要會什麼知識 會看圖會看表就解決了 OK